這碗裡牛腱為主的牛肉麵 搭配香濃湯頭跟Q彈麵條 光是用看的就流口水 而他有個天王級的粉絲 金秀賢 記者會之前呢 我們特別把這個餐點 送到他的房間裡面 所以在記者會的時候呢 他有特別的在強調說 他對於這個牛肉麵 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一個都教授 讓金秀賢紅遍台灣 去年來台 他點了碗台式牛肉麵 沒想到一吃就愛上 這位3月14號要再度訪台 想必一定又要品嘗 而喜歡台灣美食的韓心 也不止金秀賢 長腿歐巴李敏昊 去年來台見粉絲 跟金秀賢不約兒童 都點了飯店的紅燒牛肉麵 而且一吃就兩碗 但李敏昊尚未還多點了滷肉飯 讓傳統美食成為國際外交 知道他喜歡吃肉 所以我們把我們很 國外客人都非常喜歡的牛肉麵 還有台灣的小吃滷肉飯 都一起在他入住的時候 提供給他 李敏昊愛吃肉 飯店有備而來 另外像是北京烤鴨 也是韓西門的必吃招牌 如今金宇賓 金秀賢 李中碩 李敏昊等天王 又將陸續來台 台灣美食將再次成為主母焦點 記者專中三嫂 台北藏不到